早安,女士和先生,歡迎來到第四個高層的節奏 這題目是《Data Access and Innovation for Revitalizing the SDGs》 好的,我們開始 我們非常高興歡迎大家再回來 我是涅巴爾這個電視台的主持人 主要是在卡拉曼都 非常高興參加這樣的嘉賓討論 我想歡迎我們的嘉賓 歡迎我們的嘉賓上台 請大家就座 你們的名字名簽在這個椅子上 你們找一下,坐一下 謝謝 我們先話少說 我們開始 那麼這是這個 高級論壇 主要是 進步推動SDGs 可追發展目標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事情 也就是說 團結大家 打造一種合力 對那些所有相關的努力 對那些所有相關的努力 要進行協調和利益 來實現這個可決發展目標 用一種平等 用一種平等和包容的方式 我們前頭也講到了相關的話題和內容 就是 SDGs 現在執行的情況 我們哪些方面需要繼續推動 才能夠 就是 幫助理想官方來實現 我們自己確定的這些目標 不平等 那麼 剛才嘉賓呢 各位嘉賓啊 早上的嘉賓都講到這個問題 大家都有這樣的共識 就是不平等 依然存在 還有欺騙 這些新的 剛剛出現的挑戰 再加上很多其他的 有很多的挑戰需要去應對 我們需要加快我們的行動 才能實現SDG 機會基本服務教育 衛生保健 所以這些 都是這個 在可決發展道路上的攔路虎 還有 利用速度技術來填補這些鴻沟 通過創新的技術和解決方案 可以幫助我們應對想起變啊等等新的挑戰 那麼速度技術 要是這個利益的最大化 那麼需要保障各方面的權利 用一種這個非騎士和平等的基本的原則 可決發展 需要 這種 使這個打造和平和可決發展社會的基石 還有 進入創新 非常重要的目標 而且呢 也是我們這個 是我們這個促進 SDG目標的重要的工具 可以幫助我們 迎接多個挑戰 我想 這就是這個一個多小時 嘉賓討論的一些基本內容吧 我想來介紹一下尊敬的嘉賓 那麼 李俊華先生 聯合國主管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副秘書長 歡迎 然後呢 還有 奧地利聯盟和憲法聯邦部長 卡羅琳 卡羅琳 艾斯達勒 女士 然後呢 還有 西威勒 馬拉瓦 是聯合國大學的校長 然後呢 這個 青藝藝術大學媒體 涉及研究科的教授 西威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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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大夫環境氣候和技術國務部長 曼莫德 謝里夫先生 歡迎您 然後呢 然後呢 還有 近藤正點先生 亞太電盟 電信聯盟的秘書長 然後是這個 歐洲電信網絡運營商 一金總幹事 然後呢 歐洲馬卡 這個 Meta公共政策 非洲總統和土耳其副總裁 非常熱烈歡迎各位尊敬的嘉賓 好 想話少說 我們直接給大家提問 我會問一些問題 跟這個主題有關係的 首先呢 想問一下聯合國副秘書長李先生 就是目前全球有哪些 利用數字解決方案來實現 可追發展目標的 具體的例子 謝謝 主持人 大家下午好 非常榮幸能夠參加這個討論 我很高興參加 數字 對於實現 SDG目標 可以說非常重要的工具 所以呢 聯合國明處相信呢 數字化 帶來獨特的機會 涉及到很多的領域都是如此 對於實現SDG目標非常重要 比如說 數字解決方案 可以提供金融方面的包容 不會增加公共服務的能力 而且呢 可以加快應對氣候 還有這個脫貧教育方面的一些挑戰 對我們來說 數字解決方案 不光是技術和解決方案 它是涉及到 應對非常複雜的人類面臨的挑戰 以及實現科學發展目標 那麼 應該設定一些基本優先和原則 那麼這些東西呢 都包括在2030 SDG目標中 我想 尤其針對發展的國家 都是如此 那麼我們在實施 那麼我們在實施 S2030 SDG目標方面呢 可以說我們這方面進展呢 這個強差人意 我們可以說是遠遠掉隊了 落後了 幾乎所有的目標呢 可以說進展不順利 只有15% 在順利進展 那麼剛剛我們通過 在聯合國通過了一個相當一致的政治宣言 再次承諾 採取更加勇敢的措施 來填補這方面的鴻溝 來這個充分分享素質化的成果 尊重所有國家 尤其發展的國家集體參與 所以呢 我絕對相信啊 我們一定要充分利用素質化 特別感謝您 感謝 您強調技術和素質部門需要加快步驟 才能夠實現SDG目標 卡羅拉女士 那麼作為這個奧利利聯盟和憲法聯邦部長 您是怎麼看這個問題 首先感謝您的邀請 這個高端的嘉賓討論非常重要 作為聯邦部長呢 我確實負責 在奧利利負責協調這方面SDG的工作 我們正在審議 然後呢這個 會遞交我們審議的結果 我講的我們 我指的是我們國際社會 我們 那麼 人工智能 現在在普及 很多人在用 營運在很多領域 所以呢 我覺得這些新興的技術啊 在很多領域非常重要 還有 人權 也是我想強調的一點 我們用更好的方式 來使用這樣的技術 來收集信息啊 來進行討論 我覺得非常有助於大家分享意見 獲取信息 而且呢 搞了一些非常好的活動 我覺得這些新的技術啊 可能幾個月 跟幾個月相比的話 這個 事情就情況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以色列發生的事情 所以呢 新的技術應該 用最好的方式來使用 尤其基於這個人權民主 基本的原則基礎上 還有法治 這樣的話 使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我想這是我們當下所需要的 謝謝 馬爾代夫 我想也是 主要是承受這個欺騙 最大的國家 那馬爾代夫的西里夫先生 是否給我們這個舉幾個例子 就是是怎麼樣使用這個數字解決方案來實現可追發展的目標 謝謝 感謝IGF秘書處 邀請我 邀請我來參加會議 來發聲 全球的例子 就是說 怎麼樣利用數字解決方案來實現可追發展目標 好 SDG1和2 就沒有飢餓 零貧困 看一下這些統計數字的話 21人民 還沒有銀行賬戶 我們這已經 事實 那麼用數字技術啊 是可以說是脫平一個非常有效的方式 有很多這種全球的倡議 看看你飢餓 這個 智慧型的農業 在這方面呢 新興技術就能夠發揮作用了 比如說像人工智能 雲計算 傳感器 五人機 區塊鏈技術 都能夠用起來 用於發展智慧農業 垂直 種植等等 這樣呢我們就能夠幫助我們實現 持發目標 你比如說第九條 是關乎 基礎設施 工業和創新的 像 ICT的技術呢 就能夠幫助我們發展 數字經濟 讓我們在全球更有競爭力 現在已經在發生了 不僅在發生中國家 包括最不發達的國家 也都在這麼做 我們都在投資 數字符呢 你們看看馬爾代夫 在過去一年一年半的時間裡面呢 我們 都在努力的去 升級換代我們的 數字化的ID系統 公共數據基礎設施 是非常關鍵的 能夠幫助我們實現 SDG的目標 就像剛才 副秘書長講的 我們 落後了 我們好像 要實現不了 目標了 為了我們的人民 星球和繁榮 實現不了這方面的目標了 所以我們要優先關注 公共的數字 基礎設施 能幫助我們實現 SDG的第一條 第二條 還有包括性別平等等等 你看看 第16條 尤其是16.9條 能夠看待它裡頭呢 就是說要讓所有的人 在2030年前 實現數字化的ID 提供這個合法的這樣的ID 那 我們 還可以關注 比如說 數字基礎設施 數字 像數字金融 數字農業的方面 下面 更多的來關注公共的 基礎設施架構的話 我們能夠更加速進程 下面 我們想提醒一下大家 我們是有計時器的 就提醒大家要遵循我們的這個發言的時間 感謝李姐 下面我們有請專家來回答問題 Liz 歐洲電信網絡運行商協會的總幹事 您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的見解 對我們來講數字化非常的有意思 您考慮到SDG的時候 因為沒有具體的一條 它是關乎 數字治理 或是數字發展的 但你看2030年這樣的眼光 來看待這個問題的話 數字技術和AI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肯定會扮演更大的角色 所以 它其實是 所有的這些持發目標當中 都涉及到 數字句話 你比如說高質量的接入等等 都能夠讓我們的這個世界 變得更加的美好 今年SDG的報告當中呢 就強調了有些方面 數字技術是可以幫助我們促進 十八目標的實現的 那這方面呢 我們還要注意 它所帶來的一些挑戰和阻礙 我們看十八的第四條 就是高質量的教育 這涉及到我們的第一條 消除貧困 還有第八條 有尊嚴的工作和經濟增長 還有第十條 減少不平等 互聯互通非常的重要 就是互聯網的連接非常的重要 網絡也非常的重要 這能夠幫助我們往前走一大步 現在已經有幾十億人上網了 但是呢 現在我們還有沒有上網的人 還可以做得更好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各個方面呢 它其實是有很多分裂的 但是呢 數字化的技術 可以幫助我們實現 以人為本的執法目標 我們看到數字化的技術 在經濟社會方方面面都在使用 幫助我們應對氣候變化 促進農業工業的發展 讓它們變得更加可持續 讓我們的城市 不會這麼大的去影響環境 但與此同時呢 也更加的宜居 謝謝 我們再聽一聽Metta的觀點 Borky先生您能否講兩句 非常感謝 非常榮幸今天能夠參會 要感謝各位觀眾的聆聽 剛才我們已經聽到了很多的嘉賓 Edno講到了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 現在有95%的人 他能夠上網 但是他並沒有能夠上寬帶 或者說技術沒有能夠真正的發揮 他的充分的潛能 包括AI 現在還有26億的人沒有上網 那還有很多的別的 像寬帶這些技術就更不用講了 下面我再舉個例子 就是說數據技術如何幫助我們實現 某一個或是所有的職發目標 Metta發展AI已經有十年了 我們很大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投資呢 就是用AI來實現我們的這些工作 我們今天早上呢 也跟很多的同事就這方面進行的交流 但這個工作有一個機器的一展呢 就是要去理解人都在哪 他的這個人口的密度在哪 現在數據非常的少 即使我們有的數據 他也沒有辦法告訴我們說 人到底住在哪 他會大致的告訴我們他們住在哪 但具體的位置是沒有的 後來我們就用AI的衛星成像 然後呢就在全球達成了就是我們最先進的這樣的一個圖像 跟各大一起合作的 後來呢我們又把這個開放了 現在 市航 還有包括政府啊 大學啊 他們都在用這樣的一個圖 就是想要看看如何幫助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這就是用AI型做成的 那這其實是 我就舉的一個詳細的一個積極的一個例子 剛才我現在還 才超時十秒鐘啊 而且呢 從我所聽到的呢 就是說其實 我當然是有挑戰的 但是AI可以帶來巨大的機遇 而且我們現在是在一個轉折點 我們必須要擁抱這些機遇 我也非常期待跟大家探討這些機遇 非常感謝您剛才的分享 而且能強調積極的一面 Nanako 石戶 蔡蔡子女士 下面有請您發言 非常感謝主持人 歡迎大家來到日本 來到京都 我想要給大家介紹一下 如何用數字化的技術 幫助我們實現 持發目標的第四條 高質量的教育 在新冠之前 日本在這方面還是做得不夠好的 OECD的國家當中呢 我們排名很靠後 包括技術設施的發展 以及就是這些 數字化技術的使用方面 排名都很靠後 但後來新冠來了以後呢 我們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日本 給所有的中小學的學生 都給他們提供了設備 讓他們能夠在線上教學 這就極大的弥合了數字的鴻溝 我們2020年就開始做這個倡議 而且非常地順利 沒有面臨大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共全球參考 確保大家能夠有數據的素養 非常重要的點呢 就是我們要讓所有的人 能夠有平等的機會 能夠獲取線上學習的機會 非常感謝 謝謝 您剛才的發言和分享 我覺得日本主辦這次活動 再合適不過了 我覺得大家可能都認同這一點 就是我們有很多可以從日本學習的地方 就是日本在這些方面所獲取的成就 對我們來講都很有借鑒的意義 所以要感謝我們在座的各位嘉賓 感謝副秘書長 我們現在在關注這個亞洲 那亞太電信聯盟 應該有很多的經驗和觀點 可以跟我們分享 靖騰正典先生 您是亞洲電信聯盟的秘書長 那您認為 技術和監管方面有哪些挑戰 在我們利用數字化的技術 幫助我們實現 和2030議程方面有哪些挑戰 非常感謝主持人 我首先呢 要表示IGF的秘書處 邀請我參與這個環節的討論 而且呢 要感謝我們是主辦方 要跟大家表示感謝 說到回答零的問題 有哪些挑戰 因為我們想要討論的是一個 普及率的一個問題 當然說這個可負擔性也非常的重要 在這方面呢 技術和政策 都應該要與時俱進 要不斷地提高 但基於我在我們聯盟的經驗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點 所以其實大家 並不是說是不想要去使用 這些數據化解決方案 不是說他就覺得不好 而是他覺得沒有必要 大家在生活中 工作中 就不想要去引進新的這樣的東西 去嘗試新的東西 因為這需要精力 需要時間去學習 去熟悉 所以這可能就影響了創新 包括創新性的這些想法的實現 就是人們不願意改變現狀 不想要給大家以來新的挑戰 新的麻煩 那 這個創新它也不是來自於 這些潛在的使用方 給他們的調查問卷中 就能夠找到 我們看供應 這方面呢 其實上他們也非常的重要 非常感謝 下面請Caroline 作為政策制定者 您的觀點如何 我們要做一點 就是保持連接 要讓沒有上網的人上網 這些人工智能 等等新技術 它可能會帶來一些風險 有可能會加劇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 剛才我們也有嘉賓提到 我們知道有必要 讓這些技術 讓我們能夠保持連接 尤其是在新冠期間 我們親眼看到了這些技術的重要性 隨之而來呢 就是大學 中小學 包括老人 他們也都開始使用 看到了自己的孫子輩 開始使用這些技術以後 他們也就開始使用了 所以說我們能夠看到 它能夠幫助我們實現SDG 所以我們也要 讓SDG來促進這個互聯網的發展 讓它向善 尤其是對於第四條和第八條 教育和就業方面 有很多很多的機會 還有第三條 剛才Lisa也講到了 非常重要的一點呢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 很多領域呢 都缺乏訓練有素的人員 在這個時候呢 數字化技術是可以盡一份力的 但我們優先要務呢 就是要讓沒有上網的人 能夠上網 這不僅是西方國家的觀點 對於南方國家來講尤其重要 要實現這一點的話 我們只能夠共同努力 加倍努力才能夠實現 非常感謝部長女士 下面再請學界的領導 聯合大學的校長發言 剛才我們聽到了不同的觀點 那您又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 你有哪些挑戰 非常感謝邀請我發言 我覺得有兩大挑戰 第一 智力 在這方面呢 原則非常的簡單 我們必須 要最大化的去擴大 AI的益處 減少它的弊端 那益處有哪些呢 我們講到了有農業 這是關乎第一條和第二條的 健康教育 還有政府等等 第二個呢就是 可及性的問題 就是說 數字的可及性 我之前呢在 約翰內茲堡大學 教學 後來新冠的時候呢 我們讓大家都 回家了 不要在學校裡面待著 但是很多人都 獲取不了數據 就他們沒有流量 後來呢我們就給學生 去買這個流量包 這很貴啊 因為我們有 五萬多學生呢 還有第二個呢 就是技術的可及性的問題 我們再回到這個數字 就數據啊 我們今天講到了數據流通 跨國數據流通等等 包括 它相關的治理問題 和安全問題 這些都不容忽視 然後還有就是技術 這些設備啊 我再回到我在 約翰內斯堡 那邊的經驗 當時要買兩萬六千台設備 這很難啊 所以我們要確保 我們能夠對 有些國家呢進行培訓 尤其是小國 讓它跟大國能夠合作 這樣他們能夠實現規模經濟 在買這些技術的時候 能有規模經濟 我的時間好像到了 我就先講到這兒 謝謝 還有另外的一個問題 也想問您 我們都可以說都同意啊 施發目標 促進繁榮平等 和應對新的問題方面 都非常的重要 大家都有這樣的一個共識 您是否可以分享一下您的見解 也就是說 有哪些方面 SDG啊 這還是在 真正的發揮數字技術潛力方面 是落後的 實話說 我們都沒有改上進度 只有15%的 這把目標 現在是在順利推進的 只有15% 而其中呢 有50% 我們要么就是保持現狀 要么就是在倒退 對 所以 具體回答您的問題 數字化的機遇 我覺得 首當其衝的就是教育 教育呢 在這個意義上而言 我們不是講的是什麼專門的特殊的教育 而是這個數據素養 我覺得這已經成為一個人權的問題了 我的母親在南非現在已經開始接受退休金了 而我現在在教她怎麼樣使用這些設備 在上面能夠看她的這個養老金 而不是說是要去排隊 排好幾個小時去領取養老金 這其實非常的重要 還有第二點就是基礎設施 我們要有支持使用這些技術的基礎設施 第三點 數據 數據的問題 他們說數據是新的石油 我其實並不喜歡這個詞 我覺得數據它應該 是一種更好形式的這個石油 就從可持續方面而言 我們在這方面其實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在這方面又涉及到知識產權的問題 包括氣候變化這些問題 我們都應該要把這個IP的這個時間它的最小化 這樣呢才能夠讓我們能夠共同的去應對氣候變化 非常感謝 從一個工具變成了一個人權 我覺得這個轉變非常之大 我們現在就面臨著這樣的挑戰 就是我們如何跟上這方面的步伐 那這方面呢 那我是不是有請 歐洲電信網絡運營商協會的總幹事發言 好的 首先要講到我的表態有沒有偏向呢 今天我們的世界並沒有到2030年能夠去按部就班的實現 男女平等跟按照目前的發展速度 我們還要用140年才能夠實現 在工作場所的領導層當中男女平權還需要140年 那只有在AI 這些頂尖領域的研究者只有22%是女性 然後呢 在計算機科學和信息科學方面的畢業生人數方面呢 女性的代表性也不足 我們需要有更多的女性代表力 以及數學科學技術工程學 也需要有更多的女性參與 如果我們不能夠有更多的女性參與進來呢 我們就不能夠讓數字化解決方案發揮出他們的全部的潛力 如果沒有足夠的女性 我們在對於機器學習的模型進行訓練的時候呢 數據也有偏向 那麼當然有數字化的解決方案呢 能夠幫助我們去實現男女平等 比方說智能手機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具 能夠讓女性實現和其他人群的相連 讓她們能夠及時地獲取信息和教育 但是呢 今天我們的男女平等方面呢 上代填補的差距仍然太大 我們來看一下其他的SDG 比方說工業創新基礎設施第九號 可至於發展目標 剛才大家也談到了 那這也是一個非常關鍵的目標 那麼今天呢 全世界有95%的地方呢 他們雖然有3G的基礎網絡 但是呢 最後一英里的連接 仍然存在挑戰 所以呢 要進一步的擴大連接 提升技能 您講得非常的精確 好我們請馬爾代夫的 謝里夫先生 來給我們講一講您的觀點呢 那我覺得呢 前面兩位嘉賓講得非常好 我們現在已經落後了 SDG的目標當中呢 我們要講現在哪一個SDG 或者是哪一個技術不能夠交付 可持續發展目標 這樣來一一對應呢 就變得非常複雜了 但是實際上呢 非常值得我們注意到的是呢 那就是 而且剛才也聽到了 其他的嘉賓給出了答案 就是 我可以換一種方式來表達 那就是說重要的是呢 我們要確保一個人 都不會被落下 如果我們以馬爾代夫為例的話 我們有15%的馬爾代夫人 仍然沒有上網 有7%的馬爾代夫人 仍然沒有擁有智能手機 沒有用上智能手機 所以呢 我們首先要把基礎打好 我們剛才也講到了 我們需要打下什麼樣的基礎 我們要確保 數字素養的到位 以及實現第五號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第五個是 否則的話呢 我們 否則我們無法達成2030年的目標 馬爾代夫只有50%的 如果說我們的解決方案呢 可持續發展目標 只能夠讓一半的人實現的話呢 那麼這不能夠算實現 我們設定的目標得到了完成 我們必須要關注弱勢群體 我們必須要提高 數字化的包容性 以及數字技術的可及性 來確保所有的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都能夠得到新技術的加持 就是 就像我們在講AI 區塊鏈 這些技術的時候 對於馬爾代夫 以及地球監測站 這些技術 對於馬爾代夫這樣的國家來說 非常重要 在馬爾代夫這樣的國家當中 我們要確保 15%的還沒有上網的人 能夠接上網絡 7%的剩下來的 沒有智能手機的人 也能夠盡快用上智能手機 這樣我們才能夠實現智能健康 智能農業 智能漁業 並且保護我們的人民 免受極端氣候事件的傷害 各個利益相關方必須要 我們要協助努力來打好這樣的基礎 從基層的層面就打好基礎 這樣來確保我們的公民社會 也能夠成為解決方案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政府和企業也要携手合作 我們能夠有IGF這樣的平台非常好 政府學術界都能夠匯聚一堂 講得非常好 我 我來做一個糾正 可持續發展目標 當中並沒有直接講到 叫做全球上網 但是有一個可持續發展目標 應該是第六號可持續發展目標 或者第九號目標 是與之相關的 信息通信技術相關的 我和我的同事一樣 我們是不是在2030年能夠實現這些目標 我也並不感到樂觀的 除非我們能夠採取大刀闊斧的步伐 我們看到現在在多個可持續發展目標當中 我們都有所滯後 而且這些SDG目標之間是相輔相成的 你不可能把脫貧和環境截然分開 因為這兩者也是習慣 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 接下來就是合作夥伴關係 第17個目標也是講到了合作夥伴關係 我們在實現所有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過程當中 都必須要有合作夥伴關係 像META推出了多個由AI賦能的技術解決方案 我們和700多個機構結成了合作夥伴關係 比方說世界銀行 世界國際移民組織 聯合國難民計劃署等等 我們都結成了合作夥伴關係 從META的角度來說 我們看到通過這樣的合作 我們能夠對於免疫接種計劃 飲用水的淨化這些 因為第六號目標是和飲用水有關的 我們在貝寧和索馬里 推出了更多的電力普及計劃 在贊比亞推出了清潔飲用水計劃 但是我們要注意傳聲筒 回聲筒的這樣的一個效應 我就不重複太多了 好 非常感謝您的分享 還是回到福密書長這兒 您也一直講到 大部分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是可以通過數字化的解決方案 來加以填補的 首先對於聯合國 對聯合國所有的成員國來說 17個目標都是同樣重要的 因為由於各方面的因素 我們現在陷入到了這樣的一個局面當中 也就是說一些SDG的目標 在實現的過程當中 滯後是比較嚴重的 比方說剛才談話嘉賓講到了 第四號目標 教育 然後女性的父權 還有消除貧困 這些SDG的目標的實現的過程 是有所落後了 我再舉一個例子 就是第十一號SDG可持續發展目標 那就是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和社區 今天我們在講數字化 是能夠幫助地方政府 推出智慧城市的 但是呢 我們也必須要認識到 是的 數字化能夠幫助城市 打造更加可持續的交通運輸 交通管理 與此同時呢 減少對於能源的消耗 更好地進行污水 廢水管理等等 但是很多城市 發展中國家的很多城市 由於基礎設施有限 由於資源有限 他們甚至 但是 還沒有 還沒有 足夠的 互聯網的覆蓋 根據我所在的 部門做的調查 去年 有47個國家 在47個國家當中 人口最多的 還有 還沒有實現 互聯網的 完全的普及 所以 挑戰 如此之大 我們有如何 去談 數字化經濟 或者是 通過數字化 來賦能 SDG的實現 SDG 可持續發展 必須以人為本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 首先 是要實現 平等和包容 感謝閣下 那麼 剛才 我們也聽到了 所有的談話嘉賓 和我們的分享 他們也講到了 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 我們所面臨的挑戰 各種各樣的差距 和不平等 接下來呢 還是想請 石湖蔡三子女士 給我們講一講 我們應該考慮 什麼樣的 數字化的創新 來幫助 化解全球化的挑戰 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如何更好的 化解風險 我覺得 我們的一個 主要的挑戰 是在使用 技術過程當中 產生的 數字發展的速度 突飛猛進 特別是生成式AI 我們如何更好的 和AI打交道 青年 青年 包括在日本人們 也在更多的談論 這個問題 另外像Meta這樣的公司 全球化的大企業 能夠做些什麼 因為他們擁有相關領域的 專長技術 首先我們圍繞著這些話題 還有待於建立起共識 大家各有各的想法 都講到了AI的具體的用途 如何使用AI 大家的意見不一致 本身就是一個風險 根據第16號SDG目標 通過數字化技術 我們能夠增進和平 這是毫無疑問的 現在有一些國家爆發了武裝衝突 那麼 但是這些武裝衝突當中 數字化技術也得到了廣泛的利用 數字化技術能夠實現和平的轉型 也有可能帶來傷害 帶來適得其反的效果 所以這就取決於 人類如何正確地使用數字化技術 要降低這些風險的話 我們需要有更多的利益相關方 加入到我們的對話和探討當中來 也要通過正確的教育 來引導數字化技術的使用 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力 好 接下來呢 同樣的問題 也提給副秘書長 因為我們講到呢 用數字化技術和創新 來化解全球挑戰 剛才我們也講到了 我們認為呢 使用數字化解決方案 能夠帶來巨大的收益 與此同時呢 我們也要注意潛在的風險 剛才有幾位 我在這位有幾點想法 首先 我們必須要關注不平等的現象 比方說全世界還有26億人 還沒有能夠上網 互聯網來覆蓋 所以啊 在發展中國家 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 簡稱LDC 有很多人群還沒有能夠上網 我們如何來確保 數字化能夠匯集這些國家 這些人群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第二就是數字化的素養 知識 剛才其他的訪談嘉賓也講得非常好 我就不再重複了 講提升數字化素養的這個重要性 第三點呢 就是環境挑戰 我們知道啊 數字化一方面能夠帶來很多的益處 另外一方面呢 數字化的基礎設施 也會增加碳排放 所以呢 這是一個數字化技術 特別是人工智能給我們敲響的一個警鐘 也就是說我們如何 在這些新技術當中呢 也要減少對於環境的影響 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新技術 也就是說我們在講數字化的時候 也同時要談到環境足跡 通過數字化技術來實現SDG 我們碰到的一個挑戰呢 是我們聚焦的這些解決方案 是要能夠同時的化解 這方方面面的挑戰 來防範潛在的風險 非常感謝同樣的問題 提給Shizi Madhawa 我就不再重複前面 聽到的 師傅女士和李副秘書長的講話了 實際上我們要化解的很大的一個挑戰呢 是和我們的道德觀念有關的 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 環境退化的程度 就是由數字化技術的數據中心 帶來的環境影響是非常巨大的 比方說電子垃圾 而且呢 這本身也是一個道德問題 第二 講到隱私保護和網絡安全 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兩點呢 是能力的不等秤 全球的能力的不等秤 不僅是南方國家和北方國家之間的不等秤 在北方國家之間也有差距 這種不對稱不等秤 能力上的不等秤不匹配 有鑑於此呢 我們需要達成某種意義上的全球協議 或者是全球一致 今天我們想達成全球一致全球協議 變得越來越難 即使你有了全球協議或者是 一致 我們看到網絡威脅 網絡安全 對網絡安全的挑戰 仍然非常嚴重 可及性是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我們在講到可及性的時候呢 技術解決方案的成本 我們必須要關注 我們必須要確保 獲取新的技術呢 要具有平等的可及性 如果沒有這樣的平等的可及性 我們也無法化解全球範圍的挑戰 另外 就是我想講的最後一點 就是教育的問題 教育的可及性也不平等 首先我們要讓議員得到正確的教育 這樣他們出台的法律法規規章制度 就能夠聚焦於解決全球性的挑戰 當然全球性的挑戰和地方性的挑戰 我們必須要統一地加以看待 謝謝 好 請您接著講 好 謝謝 考慮到前幾位發言人已經講到的 特別是網絡安全問題 我想在從另外一個不同的角度 增加一個新的想法 全球性的挑戰它具有全球性的本質 並沒有哪一個單一的項目 能夠幫助解決所有的全球性的挑戰 這也就是意味著 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 我們必須要考慮 收集共享數據 去分享給國內地區和國際的多個利益相關方 將來 隨著數字化解決方案進一步的發展演進 數據的互操作性 的重要性會越來越突現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背景當中 我們必須要記住 要重視 所謂的 數據網絡當中的脆弱性 是來自於整個環節當中的最薄弱一環的 那麼在這兒呢 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最細節的標準化 而是需要達成對於數據網絡的最低要求的共識 這樣我們才能夠有效的協作 你的印象 李先生 您是 很多SDGs都有數字的技術 但是呢 沒有一個 無論是針對社會和經濟 沒有一個 統一的制定標準的機構 這也是一個風險 也在講這個數字數碼創新 但是呢 並沒有考慮到它下面 它的底層意味著什麼 相互聯繫不見得就能夠 從操作角度來說 就能夠實現這個目標 所以呢 數碼的解決方案 必須基於包容 開放安全 這樣的 而且人權的互聯網的基礎上 所以呢 互通互聯 當然是 非常重要 但是 一定要加上開放的互聯網 也就是說 用一種這個 多立相關方的方式來決策 政府 研究機構 公民社會企業 還有這個 技術公司 一起 來定義這個 開放的互聯網 我們 跟我的同事 在IDF 這個 論壇這個框架下 我們在做的工作 我們也在主動出擊 來問一下公眾 就是說 他們覺得 怎麼樣來定義這種開放的互聯網 我覺得 這是促進 這個 數字創新 未來發展的重要一步 也就是說 我們的 這個 數字的創新 應該造福所有的人 好的 那馬爾大夫 這位先生 技術複雜 發展 數字創新 還有這個 這個 AI 新的生 AI 都非常複雜 而且 帶來很多的挑戰 包括網絡 安全 包括 這個 隱私保護相關的 一些挑戰 尤其是對一個 這個 小島國 發展的國家 也就是說呢 我們缺乏這方面的 專業的人才 當然還有這個 財政的風險 因為IT是一個 花錢的無底洞啊 所以呢 創新方面可能需要 可能有 開支過度的風險 投了錢 可能不見得 能獲得回報 而且呢 出現 當然 出現的情況跟著相反 對那些有潛力的技術 投資不足 當然還有環境的問題 所以呢 我技術 投的越來越多 有電子垃圾啊 電子浪費 這方面也帶來財務的影響 那麼怎麼解決呢 我們 在過去的幾年 建立這方面的團隊 來確保有專項資金投入 同時呢 我們打造堅強的網路安全措施 要搞一個統一的安全架構 在我們的網路上 不光是要符合這個地區 同時也國際 保護影子的標準 同時人才的培養和培訓 然後幾天之前啊 我們開了網路安全的一個會 有人告訴我 可以採取 這種 數字轉型 在政府裡做數字轉型的話 可以採取 就把它 就好像搞一個創業企業一樣 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謝謝 Garen 女士 大家都講得非常棒啊 我覺得我就不用講太多了 我們作為人總是有風險的 也就是說我們作為人 我們需要尊重人權 以人為本 尊重人權 用這樣的方式來解決和減少 技術和人工智能相關的風險 那麼採取 至於人權的做法 確保技術進步是包容的 這樣呢 不會導致 我們不想看到的歧視的出現 幾個月之前 有人告訴我 我們作為人 我們 我們不需要一百年才能 這個 實施一個新的技術 那麼50年以前我們發明了互聯網 我們可能就需要50年就推廣了 所以但是呢 我們一定要降低風險 很好的應對新技術帶來的風險 我覺得需要做三點 比如說 以人為本 透明度 還有可解釋性 如果遵循這樣的方式的話 我覺得 我們就可以用最好的方式 來使用這新的技術 在所有的社會的各個方面 和SDG目標 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謝謝 人權以人為本 我覺得在我們進入AI時代 都是關鍵詞 感謝您強調了這一點 現在 問一個最後的問題 講到政策 我們 講了幾十年了 這個政策呀 對我們討論和行動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現在我們在討論 重要的問題 但時間不夠了 我們 我們 需要加班加點 採取行動 而且看到很多新的挑戰出現 當然利用新的機會 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 那 Kondo先生 我想問您一下 就是 我們如何才能為速度創新 解決方式更多支持 應對政策制定中 可追發展目標的挑戰 長話短說 要展現 項目的重要性 然後讓這個角色 和領導來支持 不過呢 有一個問題 就是 什麼時間 怎麼樣來支持呢 比如說你 什麼時候來提供支持呢 尤其是 看到有些人有這樣的需求 或者是 其他人想你表示感謝的時候 你感到幸福 或者是 你覺得可以改變這樣的狀況 就可以提供支持 在所有這些時候 你採取行動 因為你覺得它很重要 非常有必要 這時候就可以做了 所以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一點 這是我個人的一些想法 搞到一個 SDG搞一個這樣的一個大使 代言人 來推動這樣的運動 來這個敦促決策者 和其他的利益相關方向做 如果 有搞一個 就是呢 那些專家和創新者 把他們召集在一起 搞一個小組 但是呢你要參與 用這樣的機制 來 來推動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 可能這樣做的話 可能 大家就會願意提供支持 好的 謝謝 Kushbuki先生 重複一下問題 重複一下問題 可以再重複一下你的問題嗎 很抱歉啊 那麼你們是專家 我說你可以重複一下問題嗎 哎 問題是這樣的 就是 就是怎麼樣 為數字創新和解決方案提供更多的支持 應對政策制定中 可決發展目標的支持 的挑戰 那麼 我在過去的幾周一直在旅行啊 比如去了 去了 嘎那 還有 埃及 約旦 紐約 然後最後到了這裡 京都 我感覺 大家對技術的支持是 技術使用非常支持 當然 剛才 我日本的這位朋友 要展示這個項目的重要性 我完全同意 還有日本的教授 也講到 在政府研究機構和私立部門 這些利益相關方來進行磋商 來這個怎麼樣來提供支持 有一點我想 強調的是 要 一定要抓到這樣的機會 不要過分地強調風險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最近 佛西西 這個 非洲數學 研究院 他說呢 很多的這些新的技術剛剛起步 當然我不是工程師啊 但是所有這些技術 剛剛起步 比如說 不說AI的這機器馬上就要接管了 比如說 這個美國也簽署了這樣的資源 這樣的協議 還有這個薩特 他們在做這個事情 我的感覺呢 許多的政府想利用這樣的機會 但是呢 我覺得 剛剛起步 而且呢 很多這個機構 研究機構 他們必須來提供相關的 向政府提供他們的意見 Oshito 您是女士 你怎麼認為 我們使用這個技術來賦能這些相關方 同時要打造這個一個很多人可以參與決策的這樣的環境 長遠來說 我覺得美人的參與非常重要 而且要主動出擊使用AI這樣的新的技術 我們已經使用生通性AI來解決一些問題 而且呢 也才有一些分布式的解決方案 那麼正在取得進展 應該盡量廣泛的來分享這樣的技術 最重要的是 我們先說的要行動起來 來 因為要實現SDG 我們要腳踏實地採取行動 我們要確定一下優先的目標 尤其就針對一下 確定一下美國家優先的目標 然後採取具體行動來落實 謝謝您對行動的強調 李副秘書長 我想最後掙求下您的意見 謝謝 我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見 行動非常重要 我們需要採取行動 而且需要打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促進數字創新 政策很重要 怎麼做呢 我覺得 應該是所有的利益相關方 最大強度的參與 來制定一個有關速度創新的全球框架 在這個雙邊的國家政策的基礎上 怎麼做呢 秘書長建議 搞一個全球數字契約 那麼這又 明年聯合國大會 世界領導人 來定這個事情 討論這個事情 他們希望所有的利益相關方 能參加這樣的磋商 包括政府 議會 私立部門 企業研究部門 還有技術公司 包括青年人和婦女 包括聯合國機構 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能夠 把我們的協力 就是協同 來促進這個技術的創新 謝謝 謝謝 有什麼先生們 我想 這個 我想 問一下我們部長級的一些代表 來參與我們的討論 Juforty Juforty 他是加勒比這個廣播公司的主持人來主持 這個環節 謝謝 感謝 好 感謝舉辦方 邀請 我們 我們 有關 WSS 峰會 20年 過去了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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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各國首腦 來自175國家的國家首腦 批准了這個文件 那麼 我們看那個討論的時候 發展的國家 發展的國家 他們 希望採取行動來填補這個數字鴻溝 獲得知識 獲得信息 用自己的語言 這是我們的目標 已經到20年過去了 那麼信息技術和互聯網 幫助我們打造了促進社會發展的工具和技術 所以我覺得這個文件相對於對發展國家 對發展國家尤其重要 但是呢 峰會之後很多的承諾沒有兌現 其中一個重道的任務 就是 要滿足所有理想官方的要求 尤其涉及到那些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 這些挑戰 那麼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受到了影響 剛才 那時候 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 在七七國集團 在中國 在古巴 在二三年 九月份開會的時候 講到這些問題 也就是說 技術和科學的作用 在峰會結束的時候 我們 2025年需要達到的目標 而且呢 在中國 在中國 講到這個信息技術對發展的作用 同時 同時我們 在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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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需要推動這個全球數字契約 的工作 來確保 來確保我們填補 在發達國家 發展中國家素質的鴻溝 我們 我們 表示 我們 將進步推動這些數字技術的發展 那麼 那麼 第一次 WSIS 那麼 非常重要的一次會議 就是 在迎接千年所帶來的挑戰 我們 必須採取全面的方式 來 聚焦與發展 公司 這個文件呢 當時 談判 包括和設計呢 都是 費了 很多的 這樣的經歷的 我們投入很多的經歷 要確保這樣的一個信息社會 他的這樣的願景能夠實現 非常感謝 古巴交通部副部長 下面 有請 Rodney Taylor先生 加勒比電信聯盟秘書長發言 非常感性 感謝 大家下午好 我也是帶來加勒比這邊的觀點 我們都是一些小國 SDG的成就非常的重要 而 不取得成果 它會可能給我們帶來深屬從亡的威脅 尤其是環境和蚯蚓變化方面 創新呢 是 持發的這樣的 後面的引擎 我們需要有創新性的這樣的解決方案 來應對現在最 緊迫性的這樣的問題 剛才很多嘉賓都提到了這一點 這個 可激度 它是一個橋樑 能夠讓我們能夠用上這些數據技術 這不是什麼新鮮事情了 不是第一次提到 現在要討論的就是我們如何不只是去空談 而是要採取行動 政府 單憑一己是歷史不夠的 我們都理解這個多 利益相關方參與的重要性 在不同的領域呢 我們都要把專長 以及我們共同的利益和熱度都要帶進來 我們必須要進行投資 去解決脆弱性人群的需求 尤其是 發展中小道路國家 而環境 和利益之間呢 也要平衡好 尤其是對於最不發達國家和南方國家來講 這樣 這個負擔性問題就尤其重要了 我們在這兒呢 必須要提到這個 ITU的Partner to connect這個倡議 非常的重要 能夠幫助我們實現互聯網的經濟的發展 我們必須要加速 別的領域的國際合作 分享知識 打造可以落地的方案 而剛才我講到的這個 聯合國所推出的GDC 我們是全力支持的 在講到教育方面 提高大家的認識度非常的重要 這樣呢大家能夠去認識到它的必須性 我們就必須要推進促進這些NR 它們能夠帶來本土的解決方案 符合當地的這樣的文化和背景和國情的情況 而我們今年呢 會有第十九屆的這個IJF的活動 我們以此呢 希望能夠來促進我們這方面的合作 我們有了我們的決心和不懈的努力 是一定能夠實現的 非常感謝 感謝Rodney Taylor秘書長的發言 下面視頻介入的 是聯合國亞太金社會的代表發言 各位各社各位尊敬的代表和會議來賓 我首先要感謝日本政府 DESA和ITU 邀請我來IGF 2023年京都的年會發言 今年的主題是 我們期待的互聯網為所有人付權 我相信在大家的所有利益相關方的 記憶參與之下呢 我們是能夠推進全球的共識 為所有人和互聯網付權 數據上的互聯互通 能夠給社會帶來紅利 但如果這樣的紅利 並沒有平等地被分配的話 那風險就更難去應對了 所以我也很高興地能夠看到 我們今天選的八個主題 具體的這些議題 裡面就涉及到了人工智能與新興技術 還有包括數字鴻溝與包容 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想從我們地區的觀點 跟大家分享一下 數字鴻溝會帶來包容性方面的挑戰 亞太這方面呢尤其明顯 我們的研究表明 現在我們還缺乏可負擔性的上網 現在看到很多包括性別平等的問題 現在也在惡化 特別是在疫情期間 數據方面做得比較好的國家呢 比如說日本 他們現在也是來幫助我們 來更多地去擁抱這些新興的技術 加速轉型 數據社會的轉型 提高我們的智力 提高我們的技術的能力 幫助我們更多地去使用這些技術 能夠更好的提高這方面的效率 再講到人工智能和新興技術所帶來的機會 新興技術的發展 帶來了很多的潛力 可以促進氣候變化 幫助我們應對持發目標 而在我們地區呢 這方面的應用 實際上是來倒退的 你比如說在新加坡 他們就推出了一個倡議 用AI的技術來促進 創新和發展 而且要集約性的去使用資源 使用了一些AI的一些應用 提高氣候適應和韌性 韓國同樣也是在投資AI的技術來打造課程 進行實質量的培訓 提高他們的技能 讓學生們能夠有一個AI驅動的未來 通過以人為本的這樣的一個 AI的發展 尤其是要以人為本的這樣的方式來做 才剛剛開始 我們還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 儘管步伐還十分的緩慢 但是我們的這種多邊主義 和多利益相關方的這樣的方式 有了這些的做法呢 我們是希望我們能夠不斷的來往前發展 我想要強調三點 首先我們要更多加倍努力 去彌合這個數據鴻溝 要打造數字基礎設施 來幫助我們實現這樣一個數據 流通的這樣的一個未來 同時要提高數據素養和技能 要尊重人權 要能夠負責任的去用好互聯網 另外我們還需要加強公司部門 和其他的利益相關方之間的聯繫 我們也在跟成員國一起來合作 來建一個 就是2022年到2026年的這樣的 信息高速公路的倡議 這個行動計劃呢 就是希望我們能夠促進合作 彌合數據鴻溝 我也期待著跟所有的利益相關方 一起合作 共同實現所有人聯網 跟大家打造一個我們期待的未來 謝謝 非常阿班娜女士 我們帶來亞太金社會的觀點 視頻上介入的還有川森伯 她呢是施航的代表 女士們先生們 各位尊敬的代表 好像後面有人在跟我說 這是AI是不是啊 這是技術講 在說話吧 就是技術上面也會出一些故障 我們看看 我們先把麥克風交給我們的主持人 看看他是不是能夠 在解決這個技術問題 確實啊這個技術總是會出些問題 所以我們才讓大家集思廣益 那今天的討論非常的愉快 我也要非常感謝 我們能夠有這麼多重量級的嘉賓 分享他們的見解 我們下面來總結一下 首先要請我們的嘉賓們來進行總結 先請 最遠的那位 Meta的副總裁 來發言 我有多長時間啊 兩分鐘啊 我簡單總結一下 在座的各位 在座的各位 我之前也講到了 很多人在過去幾周 在過去幾年 都相信技術所帶來的潛能 幫助我們促進 實現執法目標 現在確實剛才大家都在講 我們進度不盡如人意 但與此同時呢 我們也認識到了 技術會推高 不平等 有這樣的風險 現在還有26億人 沒有上網 更別說寬带技術和其他的 這些技術了 剛才APT的朋友講到了 我們需要做一些說服性的一些工作 讓技術能夠發揮它的作用 帶來益處 而像我們這樣的公司呢 我們就 像今天大家都講到了很多的例子 對於我們這樣的公司呢 我們要提供 我剛才講的這個人口的這樣的地圖 還有呢在政策方面我們要進行討論 在美國我們不像歐洲和其他的國家 包括像非洲啊 還有中東 還有亞洲 大家都在討論 如何來治理AI 而且我們要採取切實的行動 剛才ITU和其他的嘉賓也都講到了 我們現在不要就真真自喜 停留在過去的光環上 我們現在真正要認識到一點就是 我們不要去麻痹自己 我們要去正視現在的情況 講得很好 每個人兩分鐘啊 我們下面請Lise 我們一個一個過來 感謝非常榮幸今天能夠參與討論 嘉賓雲集啊今天 現在確實是時候 我們停下來去反思一下 我們如何來重振 執法目標 執法目標是很多年前就簽署了的 而從那會兒到現在呢 現在整個世界發生了巨變 我們經歷了全球大流行 讓我們全球的公共衛生 都接受了非常大的挑戰 包括全球的基礎設施 都接受了特別大的挑戰 包括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有最新的技術的發展 我們也是以創歷史的速度 開發出了疫苗 全球都在精益於 AI現在它帶來的潛能 發生可以帶來的影響 我們家都在辦公室 在家裡面去測試這些大模型 就像有魔力一樣 我們都想要逆度為快 但是我們現在在SDG的實現方面呢 還差得很遠 結果 不太好 但是呢我 認為我們在座各位呢 剛才也提到了很多的執法目標 我覺得這就證明了一點 非常重要 那就是說 數據 創新 它其實是SDG背後的英雄 它不是唯一的解決方案 也不能夠 單拼一擊力就取得成功 但它能夠幫助我們加速實現 直發目標 我們要讓所有的利益相關方 都參與進來 我們需要合作 所有的利益相關方都要合作 才能實現 非常感謝 講得很好 下面請 康 康 您可以稍微等一等 我們現在可以放那個視頻呢 是 Ventrust 市航的MD發言 女士們先生們 各位尊敬的來賓 非常榮幸 能夠在今年 IJF的大會上發言 我要感謝大會主辦方 感謝日本政府和聯合國 邀請我們與會 要感謝 這麼多年跟我們在數據領域的合作 我們知道 現在全球面臨著非常多的挑戰 它是互相交織 帶來了危機 而數據 技術在這方面 是可以盡一份力的幫助民 對這些挑戰 市航 採取了非常大的努力 在過去三四十年 讓很多人脫貧 但新冠的發生 給我們帶來了非常大的挑戰 影響著減貧和經濟發展方面的努力 所以我們要加倍努力 減平 應對其他的全球的挑戰和危機 這就需要我們另辟蹊徑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加大資金 加大我們的知識和數據和合作 來實現這一點 而數據要越來越多的來促進發展 數據跟其他的這些方面 三個P一樣的非常重要 它能夠幫助我們把知識 放在我們一切的商業和業務的中心的位置 數據它是變革性的這樣的技術 可以帶來很多的機遇 可以促進發展 可以促進就業 開發新的市場 帶來新的機遇 來幫助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和治理 但與此同時呢 我們也要去認識到 這數據鴻溝的擴大 包括不平等的這樣的鴻溝的擴大 我們現在需要技術的解決方案 也需要技術的解決方案 來幫助我們解決這樣的問題 現在還有26億人沒有上網 高收入國家的這個數據呢 是超過90% 而低收入國家這個數據只有25% 很多人沒有基本的技能 有高效的來使用互聯網 現在呢還 未來五年還會有1.5億個 高收入的工作 是需要這樣的互聯網的這樣的技能的 但是現在還有8億5千人 他們還沒有任何的ID 所以說呢就根本就沒有融入我們的這個過程當中 而且很多國家這個互聯數據方面呢 都是分裂的 這就讓我們錯失了很多的機會 讓我們能夠打造 或交付更高效的政府服務 我們需要技術的解決方案 但這不夠 因為數據的基本的基礎就是信任 而這個信任呢 要想要增長的話 你就必須要基於一個開放包容安全 和有韧性的這樣的一個基礎上 而這呢 就要讓我們 讓更多的人能夠獲取知識 世界上的所有的人都能夠獲取知識 要保護隱私和個人的信息 不管是數據是存在自己的國內 還是說是要流通到國外 同時呢還要安全 不會受到黑客的攻擊 不會有網絡的犯罪 這樣也要讓所有人都能夠自由的上網 如果說我們能夠在這方面 取得成果的話 那數字技術就能夠促進人 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它會成為一個全球的公共產品 讓我們所有人造福 我也非常欣慰的可以看到 現在政府私人部門 以及民間社會 大家都齐聚一堂 在京都來探討這些重要議題 而世行呢我們也期待著 加深我們在這個議程上的合作 跟我們來自世界各國的合作夥伴一起合作 讓我們一起利用好數字技術來減少貧困 打造一個宜居的地球 謝謝 非常感謝 感謝我們這些高級別的代表的發言 我們還有時間 讓我們的嘉賓進行兩分鐘的 這個總結 牽連發展目標 再到可持續發展目標 現在這些問題是在改變 而且問題越來越多 在過去十年最大的一個變化 就是ICT服務的興起以及擴大 作為ICT這個社群的一員 ICT它能夠給我們帶來非常多的機遇 能夠把挑戰轉變成為機遇 當我們在實現SDG的過程當中呢 ICT信通技術的社群必須要和其他的利益相關方 通力合作 我持謹慎樂觀的態度 性通社區呢 社會必須在打造未來的過程當中 發揮其應有之力 從而 這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共享的信息 再次感謝邀請我參加非常精彩的這段會 也非常感謝您的精彩的發言 Muhammad Sherif 馬爾代夫 兩分鐘 我們聽到了 數字化技術在實現SDG方面呢 具有無可限量的潛力 是的 但是我們落後了 在實現我們的目標的過程當中 我們2015年設定了這些目標 但現在我們之後了 我們有可能需要修改這些目標 因為世界已經發生變化了 但是技術也發生了變化 那現在新興的技術 給我們帶來了更多的希望 但是呢也帶來了疑問 網絡安全方面的疑問 數據隐私保護方面的疑問 這兩者在機會和風險之間 取得平衡的必要性 當然我們有很多的機會 來使用數字化解決方案 來實現可追發展目標 但是我們要確保一個人不被落下 所以包容性和可擊性 仍然是我們的工作的重重之重 讓我們一起協助努力 來打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 和包容性的未來 與此同時呢也深刻地認識到 我們所在的環境發展的變化和氣候變化 謝謝您向大家 都發出了一個重要的呼籲 石湖蔡蔡子教授 在1997年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會議中心當中 簽署了京都議定書 限制溫室效應氣體的排放 這是26年前發生的事情 就在這個會議中心當中 今天我們又來到了京都 討論SDG 因為全世界做出SDG的承諾 已經有很長時間了 然後呢 在1200年前 我們就開始討論 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在日本 那麼日本 在過去100年當中呢 已經有5萬家公司 在塑造和可持續發展有關的商業模式 那麼講到企業管理 日本推出了精益製造精益管理 所以呢 京都 日本 是我們討論 可持續發展的非常好的場所 再次歡迎大家來到京都 請大家享受在京都的美好時光 好 感謝石湖蔡蔡子女士 接下來呢 我們請 馬桑諾瑞發言 是的 我們在實現SDG的過程當中有所滯後 我們在SDG峰會上也指出了這樣的一個現實 但是實際上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我們每個人都肩負著責任 來確保 我們負責任的生產 負責任的消費 並且呢 向各個經濟體 各個經濟運行的部門 施加壓力 確保他們去減排 也要對教育和基礎設施 做出更多的投資 增進在每一個國家當中 以及國家國與國之間 先進技術的可及性 但是要想做到這一點呢 我們需要打造強有力的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 合作夥伴關係 再通過數字化技術呢 我們能夠幫助去傳播更多的知識 建設更多的能力 在私營 也就是說呢 政府不可能單打獨鬥的實現這些目標 需要建立公共部門和私有部門的合作夥伴關係 並且呢通過去建設 國際範圍的合作夥伴關係 來實現可持續發展 非常感謝各位 謝謝 Caroline Stotner 好 感謝邀請我到會 我也同意您剛才所說的 我們現在滯後了 但是呢 亡羊補牢尤未委婉 我想說的是呢 我的結束語和我的開場白差不多 我認為這是一個分水嶺的時刻 我們來到了一個分水嶺的時刻 每次有大的挑戰的時候呢 都會有實現轉型的大的機遇 我們應該抓住這樣的機遇 採取行動 今天我們已經詳細討論了一個行動 作為基於民主法治和人權的社會 我們必須要通過我們的立法議員來採取行動 因為立法議員是代表我們的 我在這兒是代表的是奧地利的政府 我們這個時候應該推出正確的政策 不能夠等企業來採取正確的措施 而各個國家的議會和政府應該出台正確的措施 就像今天我們在共享經驗 我們在共享我們的期望之想法 以及我們盤點我們已經取得的成就 這樣的討論非常重要 我們為過去的實現目標的之後 不要去互相指責 我們不妨盤點一下我們已經取得了哪些成就 我們的解決方案包括進一步的增強數字化 數字化技術在應對疫情的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將來我們應該讓數字化技術發揮更大的作用 現在採取行動尤未委婉 好 李副秘書長 您也來做一個總結 謝謝 我非常高興能夠加入這幾位訪談嘉賓 分享我們的見解 八年前世界領導人 一起推出了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 17個SDG 但是現在我們在實現這些目標的過程當中 是有所知後了 但是我們仍然有希望 現在是行動的時候 現在是改變的時候 我們如何重振SDG的目標 數字化技術呢 也是我們手上擁有的最強大的工具之一 那如何做到這一點呢 我主要講三點 第一點 加速應用於SDG的數字化技術的應用 聚焦於具體的SDG目標 並且為發展中國家和弱勢群體 帶來更大的附加值 我們必須要確保 平等和包容 始終居於數字化進程的中心 第二就是要增強基礎設施和數字化能力 特別是要特別聚焦於填補數字鴻溝 國與國之間的數字鴻溝 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 以及LLDC這些國家 然後呢 我們也要讓當地的社區得到數字化技術的賦能 最後一點同樣重要 那就是進一步的增強 所有國家之間在數字化過程當中的合作 我們要確保安全的 包容的安保的以及可負擔的數字化技術的可擊性 能夠匯集所有國家 所有群體 所有個人 這也是我們對於所有國家的 對所有人的承諾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李富民主長閣下 今天各位的總結 已經很好的講到了我們的提問回答 差距挑戰關切 在我們的這段會上 你們幾位的結束語呢 都做了非常好的總結 我也非常榮幸能夠去主持這段非常豐富的討論 再次再次感謝每一位討論嘉賓 和我們分享你們的政治著見 感謝你們為我們的討論 天色爭光 好 我們的這段討論是要幫助我們找到通向前方的道路 是的 我們有缺點 我們有局限性 我們有挑戰 我們有多個現實的問題要去解決要去化解 但是呢我們的期望 憧憬都是要繼續向前看 所以我們開這樣的會呢 就是要找到一條向前推進的道路 並不是說數字化解決方案 數字化技術就能夠帶來一個解決所有問題的魔障 但是呢我們可以通過數字化解決方案來加快發展 更多的關愛 更多的精準的計劃 更多的準確的行動 來幫助我們實現我們的目標 首先呢我們也再次強調了更多的行動 更多的創新更多的想法更多的投資 以及呢更多的合作協助 讓所有的利益相關方和有關機構 參加進來 好 再次也同樣感謝各位聽眾 你們的認真的聽講 這段討論呢到此為止 我想請我們的所有的討論嘉賓呢 到照相機機位前面 來拍一張合影 再次感謝各位的發言 討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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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